莲花风盛况空前,大概是沾了武当山仙气的缘故,三角九流都能在山上融融乐乐,在这种背景之下,山角桃鼠镇王远然一行人的返程就显得格外凄凉,几乎各个带伤,尤其是他们的离境,去时比来时更有阵仗,代客热情的绝音校尉罗洪才派遣了一百旗贴身护送 向左的箭头,在此期间,也有一件事情让山上客人感到障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据说中书省副官赵又林,吏部尚书一茂春,新任淮南道经略使寒林和燕国公的子女,在到达山脚后,甚至惊动了北梁王亲自下山迎接,双方十分相见恨晚 两波是家子截然不同的待遇,差点让人物以为黎阳要变天了,直到等到一个骇人听闻的小道消息流传开来,说那大雪平江湖十人中的京城第一剑客齐家姐,凭空消失了,没有出现在离境队伍中,换成了冬月剑池柴青山,一番细细咀嚼后,众人好不容易都回过未来 感情这北梁王也够阴损的,不但暗中下了狠手,而且存心要让那帮大人物寝食难安啊 这话要是传到中原,赵又林几位中书大佬还算好,毕竟都是皇帝陛下的近臣,找个机会把话讲开了 以当今天子不逊色先帝的英明和赌量,肯定不会中了北梁的离建计 可是刚从刑部侍郎位置离开京城的寒林可就要遭殃了,淮南道那帮骄横惯了的兵痞子能不揪着把柄惹是生非 有了这份计较后,众人对殷长庚这帮前程似锦的年轻俊艳都愈发同情了 尤其是那帮江南道文人,一个个扬言绝对不会让北梁这种粗浅伎俩得逞 只要他们反身回到江南,一定会在文坛士林中不遗余力为殷长庚寒醒炎等人证明清白 证明这些黎阳王朝的未来栋梁在武当山下受到了天大冤枉 好些清雅名士都约好了,在返城时要连妹拜访那位新上任的淮南道经略史大人,为其助威 韩侍郎在京城官场就向来已敢于建言和清谈玄妙著称于世,万万不可让此等忠臣好官在地方上受挫 大家既然同为读书种子,哪怕与那位韩大人素未蒙面,却是义不容辞 白莲先生在武当山上新晋交了两个朋友,就是绝音校尉罗洪才和幽州蝶子二把手随铁山 在跟两人之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畅快言谈中,获知了山上山下的动静 尤其是那些江南名士的义愤填膺,白玉对此一笑置之,同时感慨更深 不仅仅是风流雅士肚子里打的那些小算盘,也不仅仅是徐凤年已经亲自动身前往刘州 临时接手了原本由北梁都护楚禄山兼任的梁州将军一职 更多是两者对比之下,北梁的那种习以为常的沉默,哪怕是随铁山说起中原文人的动向 不过是当笑话来讲的,便是从边境上死人堆滚过好几回的校尉罗洪才,也没在白玉面前流露出半点愤懑机遇 两人给白玉的印象就是北梁对于黎阳朝廷根深蒂固的误解,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黎阳你骂我 你骂好了,我懒得理你 朝你动刀子 想到是想,做却也是不会做的,因为好像从大将军徐萧起到新娘王徐凤年,都习惯了把气洒到北莽蛮子头上,不乐意跟那帮读书人一般见识 当然,如果向王远然这些人急着投胎跑来北梁,一脸来打我的欠奏模样,那就简单了,不打白不打吗? 而且会毫不犹豫下重手,保管打得你爹娘都不认识 白玉住在山顶紫阳宫内一处僻静小屋,不同于其他户围邻居的外乡贵客,白玉住处四周都是武当道人,是为静自备的道人临时有事下山才给腾出来的地方 不少道士慕名而来拜访白莲先生,跟白玉请教学问,最后还是被长律真人陈瑶一通教训,才让白玉清静空闲下来 其实白玉本人不讨厌这种往来,春挖秋缠,在不同处听,可能就有着呱躁和缠位天壤之别 白玉其实知道赵宁神当时说要在武当山上请罪修行十年,未尝不是好奇此山明明如此世俗气息 同为道教祖庭,山上各个辈分的道士竟然每巡都要为人解迁,帮写书信,为何偏偏能祭履祖之后,尤其是最近百年,接连出现黄满山,王重楼,洪喜相和李玉甫这样的古怪道士 没有一人愿意飞升,香火反而压过了龙虎山 不成仙人,修什么道?长岁许黄几人听到白莲先生就在紫阳宫内后,也登门拜访过白玉,大概是忌讳那交浅延伸,双方都是默契的只谈风土人情不说军国大事 道士有过一面之缘的李东西和南北小和尚登门,给了白玉一个大惊喜 小姑娘是直接提着活鸡活鸭进门的,也许是一路扑腾得实在累了,鸡鸭在小姑娘进门的时候已经病奄奄认命了 小姑娘说好像龙虎山外姓道士也能吃荤,这些鸡鸭都是他在山脚桃鼠镇买的,就挑了两只最大的拿给白莲先生补补身子 小姑娘还感谢了白莲先生当年在天师府请他们喝茶,让白玉尾时哭笑不得,心想这小姑娘还真是念旧 晚饭的时候,小姑娘亲自去紫阳宫造访给白玉炖了一大锅鸡,南北小和尚根本没敢上桌吃饭,蹲坐在门口那边一声声念着阿弥陀佛 结果白玉还没动几筷子,有位妇人就在一个小道童的领路下气势汹汹兴兴师问罪来了,身后跟着各白衣僧人,白玉连忙放下筷子起身相迎 妇人见到白莲先生后,脸色好了几分,不过仍是小声嘀咕,这丫头,送礼是送礼,可哪有偷拿家里最大只鸡鸭送礼的傻闺女,果然是随她爹,不晓得持家 白衣僧人坐下后示意白玉继续吃饭便是,笑道,听说手捧圣旨的吴家大小真人已经在山脚了,不过暂时没有登山的意图,不过加上青山官韩贵和白莲先生你,这是欺负贫僧孤军奋战啊 白玉突然问了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,先生可知道赵沟头目到底是何人 李当心却答非所问,给先帝亲赐的白莲先生喊先生,让贫僧受宠若惊啊 待人接物一向温和有礼的白玉破天荒咄咄逼人,有人说是已经死在关外的杨太岁,有人说是暴毙的人猫寒生轩,也有人说是当年泰安城的看门人柳浩施 李当心直截了当道,曹长青当年去两禅寺找过贫僧,连他这个赵沟最大的死敌,也不太清楚,曹长青只能猜测是那位销声匿迹的帝师,袁本锡 不过赵沟真正做事情的五个,曹长青碰到过三个,杀了一个安插在广陵道的,其余四人,一个早年掌握所有北地炼气室,如今成光感了 一个掌控一切挂名在刑部的铜鱼秀代的江湖人,还有一个,顶替死了的那个看着广陵道的动静,最后一个吗,就云遮雾绕了,只听说可能是负责针对北梁的重要棋子 至于是谁,恐怕在原本锡销声匿迹后,谁都不知道了,连皇帝陛下也不例外 李当心好奇问道,白莲先生问这个作甚 白玉微笑道,我要去清凉山待两年,怕死在那里 李当心皱眉道,你猜那人就在北梁王府内 这不可能吧,有徐霄和李一山 白玉摇头打断道,不一定是潜伏已久的人物,可能是后去之人,比如 北梁道父经略使宋冬明 李当心摸着光头,沉吟不语 白衣僧人笑了,且不论宋冬明是不是赵沟中人,白莲先生这一手借刀杀人,可不太好 没有吃几口饭的白玉放下筷子笑道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 有关宋冬明的身份,我仅是无端猜测而已,但是我既然打定主意在北梁活过两年,就不得不用些不入流的手段 说实话,就算先生今日不来,我明天也会去找先生,恳请先生与我一起前往清凉山 所以东西姑娘这顿饭,白玉吃得问心有愧,若不是实在嘴馋,是连一筷子也下不去手的 白衣僧人自言自语道,如果赵沟大头目真是原本息,那么先被青眼乡家又给抛弃的楚香宋冬明,就真有可能是赵沟中人 但与此同时,假设两人都是赵沟人物,宋冬明也有可能就彻底死心塌地为北梁做事了 白玉点头道,黎阳皇帝杀半寸蛇原本息,不简单是谢莫杀驴那么简单,自然是忌惮原本息手中握有的赵沟力量 先帝死后,原本息对当金天子来说太过于难以预测了,比起北梁铁骑好似远在家门口的憨声如雷,原本息更是那卧榻之侧的呼吸声,即便很轻,却更让人难以安睡 杨太岁死了,柳蒿失死了,韩生轩死了,谢观音走了,泰安城内还有谁能够制衡与先帝相处都能平起平坐的原大先生 话说回来,如果依茂春或者某人才是原本息最后选择台面上的处像,宋栋明只能沦为影像,哪怕宋栋明因为原本息的死而心灰意冷,可我就怕万一 李东西听的脑袋都大了,干脆就下快如飞,不去听这些麻烦事 妇人给南北小和尚剩了一碗白米饭,加了些素菜堆在饭间上,小和尚就在门口蹲着吃饭 白衣僧人看着这个白莲先生,笑道,百闻不如一见 白玉自嘲道,应该是让先生失望了 李当心叹了口气,低头看着满桌饭菜,北梁这就有庙堂的气息了 瞧着色香味俱全,吃起来却未必,看来当皇帝的确是没啥滋味,难怪姓徐的那小子 李东西猛然一拍筷子,爹,你跟人叨叨叨就叨叨叨你的,可这些饭菜都是我做的 白衣僧人立马让媳妇去多拿一副碗筷,这还没吃就伸出大拇指,好吃 小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融僧人立马